好久沒有拍過主食片 自主而發 自家品牌 個人的主意 我懶得切雞肉 但我起了骨 這個是上雞腿肉 起了骨 放進去煮老婆湯 這鍋是淡淡的 你看這些蛋白質 來自豬骨的蛋白質 這是什麼 沙心肉粥 南北杏 鮑魚 再加上很多 你看看這些 拿雞骨 不要看它好像很清 這鍋東西 可以喝整個星期 滋陰寶島 很久沒有煮過老婆湯 現在煮一個人的餐 我們說可以很容易煮又可以很辣煮又可以 因為我正在煮的是偽西餐 偽西餐 煮菜 豆角 一人的規則 蘇果和五七九 女生吃七份 七份菜和水果 五份菜 兩份水果 如果沒有水果可以避免 全部菜都可以 更好一點 因為我們人是不需要吃水果的 都可以滋潰到的 我現在就煮了這個豆角 菜是其實吃得少的 但比例上 這個是小肉多菜 這個是比較健康的配搭 再加上老火湯 老火湯 其實已經有很多肉 沙心肉粥 淮山這些都可以吃得 這些材料都可以吃得除了骨 可以選骨 那飯呢 飯呢 兩麥米 兩麥米 即大約有四至六碗飯 當然吃了飯 吃了餐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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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先拔好 分好之後 我要的時候 就拿出來 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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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饭比新鲜饭更有益 因为曾经冲过的饭 可以製造一些冷性淀粉 减肥非常好 隔夜饭可以用来炒饭 可以用隔夜饭做蛋炒饭 姜葱炒饭 什么炒饭都可以 健康一点 好,anyway 先煮这些饭 製成品来了 常常看着拍片 弄得焦了一点 迟了起锅 弄得焦了一点 算了吗? 今天很有锅气 有蒜粒炒豆角 平衡的食材 大部份都是小肉 会比较健康 我懒惰 又切条又切成 整块鸡扒煎就算了 鸡上腿 起骨 骨子放下来 老火汤 老火汤 不要看它 好像很清淡 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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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有猪骨 沙心肉粥 鸡骨 猪骨 猪骨 淮山 南北杏 重点是什么 之前有介紹過的 一個星期煮兩米 一次過煮兩米 如果不吃白飯就吃有味的飯 攪拌菜和其他食材 看看煮什麼飯 一個星期煮兩米 兩米等於四至六碗飯 吃完第一餐後 其餘是冷飯 現在是冷飯 飯是比較肥的 高糖分的食物 可以轉化成糖 現代人不需要吃太多飯和澱粉質 冷凍後會有冷性澱粉 冷性澱粉對人來說有好處 因為比較難吸收 想減肥 但又要吃飯的人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冷飯可以用來炒飯 用來炒飯 不一定要用來炒飯 可以多元化一點 可以做蛋炒飯 薑蔥炒飯 什麼炒飯都好 無論如何 重點不是飯 重點就是 蒜炒青豆 然後是煎雞扒 扒不用點醃 解凍起骨 煎骨 才放黑椒和鹽 調味就可以了 這鍋是老火湯 煮一煮就可以喝4-5天 鮑魚 雞骨豬骨湯 還有淮山沙心肉粥 淮山南北杏 本來想加薑蔥 但我發現原來已經喝光了 吃光了 沒有薑蔥 沒有薑蔥 就省了 開飯 不舒服 鮑魚 可以 燒鹽